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件事其实都跟比赛没有太大关系 考星斯本赛季的表现很烂 烂透了 上一场对阵公牛的比赛 沃尔继续因为牺牲轮休 考星斯与戈登复出 戈登复出就轰下21分 而考星斯全场比赛16分钟 7中0 3分5中0 只拿下2分6篮板 4助攻25 他被卡特 马尔卡宁打得满地找牙 考星斯好像已经无法承受 NBA级别的对抗了 本赛季考星斯场均14.2分钟 拿下6.6分 5.9篮板1.9 助攻0.67 抢断0.8干冒 命中率30% 3分命中率26.7% 场均6.7次出手其中 有3.3次都是三分球 作为一名中锋球员 考星斯的三分球出手 占据了出手的一半 说是转型3T中锋谁信啊 考星斯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防守者 三分球方面也根本不稳定 他就是惧怕对抗 恐惧伤病再找上自己 塞拉斯一场比赛 只给考星斯不到15分钟的登场时间 在火箭只有伍德 考星斯两个中锋的情况下 都不愿意多用考星斯一分钟 这足以说明问题 考星斯进攻效率106.1很差 在接连遭遇了跟舰撕裂 十字韧带撕裂后 考星斯已经不复当年有 1月20日 多伦多猛龙宣布 裁掉了中锋亚历克斯 莱恩 他为猛龙打了7场比赛 场均11分 考星斯为火箭 打了9场比赛 场均14分钟 这两人都是签订 不保障底星 在2月28日之前 被裁都只是日新制 感觉裁人潮已经开始 考星斯感觉距离 被裁员不远了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胡人为何在休赛期 就连会面的机会 都没给考星斯了吧 上赛季考星斯 是在胡人的训练馆附届 胡人教练组 医疗团队 是最了解考星斯的身体情况的 他们知道 考星斯不可能恢复到 18-19赛季 勇士那个状态了 所以一直在等待 签约马克加索尔 不得不说太明智了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